成功的起点 梦想标栏 维州科技大学 这个所谓让大自然消灭它的计划是由台湾景观学会副理事长许静志与刘世伟提出的 意思是将中正纪念堂底下挖成储水库 将铜像沉入水底 让铜像在水中自然消灭 民进党立委姚文志主张废除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正纪念堂广场转型公听会上 与会者几乎都同意拆除蒋介石铜像 前台北市政府聘用规划师邱炳渝建议将中正纪念堂改为立法院用地 将蒋介石相关文物搬至桃源祠湖 让蒋介石的灵庙和灵鹫合一 姚文志提议中正纪念堂改造为台北故宫二馆 都市改革组织理事刘伯宏则认为 中正纪念堂的主建筑物具有国际代表性 应该保留下来 但围墙可以拆掉 让威权走向公园化 至于因地基巨大而依出不意的铜像该何去何从 台景观协会副理事长徐静志与刘世伟提出建议 认为可以参考东京的巨型泄洪池概念 地面维持原有样貌 地下一层打造出活动空间 地下第二层挖成储水库 铜像则通过仪式沉入水中 自然消灭 在今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前夕 民进党当局借机再抛去讲话议题 2月25日 台文化部召开记者会宣布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 目前已初步将中正纪念堂商店内有关蒋介石的商品下架停售 且开闭馆也要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 另外 台立法院24日下午通过民进党立委 郑宝钦等人的临时提案 要求行政院 教育部依法要求各级学校拆除蒋介石铜像 落实历史教育 看来一道浅浅的海峡果然划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边蒋公千古还没有喊热 那边则要求去讲话 并让大自然消灭它了 真可谓是同一个世界 不同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